评书最新一期的DOTA第一视角很久没有见面了 虽然说只落了一期视频 但是咱们有半个月啊 足足有半个月没有在视频当中对不对 见面了 那么今天这一期视频呢 非常的新鲜啊 也非常的就是说特别 因为竞技场呀 他经过了重大改革之后 他推出了三个啊 房间一个呢叫做竞技场高手房 那个呢是天梯一千五 然后还有什么要求来着才能进入这个房间 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低于一千五的 那这两个房间的特别之处在哪里呢 特别之处呢 就是你打竞技场不能带小号了 因为小号是进不来房间的 啊所以说他更加的具体的分化了啊 这个分数段就是不同的玩 不同分数段的玩家 那么还有一个房间呢 就是今天啊 我打这一期视频啊 打了这支游戏 待在房间叫做路人房 那么的路人房呢 他就分化的没有那么具体了 但是和多特二的特别像 也就是呢 如果你分高 那么呢 你就非常容易匹配到分低的 就比如说啊 我一千八百 一千八九百分啊 那可能就匹配到一千六七的局啊 那那一千八带几个一千二三的 然后对面可能是两个两三个一千一千五六的 然后一千一千三四百的选手 所以分高的匹配 在路人房匹配比较吃力 那当然如果是分数比较低 或者是中等的 那应该实力会比较平均啊 总之总而言之呢 我觉得路人房实力永远不是摆在第一的 应该是交流啊 大局观再加上运气才会是决定你胜率的关键 我觉得 那么今天这一局给大家带来了什么英雄呢 相信大家也看到了 就是帝金家族唯一的智力和远程英雄 帝金修补将啊 女人最需要修补啊 而这个英雄呢 其实我打的比较少 但是看的比较多 因为这个英雄 他作为一个走中单的一个远程英雄 而现在的版本都是比较偏刷的 还有如果出飞鞋的话 其实是很需要队友配合的 一看阵容啊 二看操作 这个英雄非常需要操作 比如说像跳刀啦 还有一些小细节 但是这些小细节呢 就比如说是像灵魂戒啊 和回家补的时候可以丢装备 因为这个英雄的蓝太多了 不丢装备的话 补蓝会就是在全水会待待太久 不过我觉得这个英雄 不是那么的需要操作 因为像有些 就是飞鞋吸服的跳刀 或者飞鞋吸服的放技能 其实如果你把握好飞鞋的时间的话 我觉得也不是那么需要 就是那么需要细节 我觉得每个人都可以去玩这个英雄 因为这个英雄他 感觉挺bug的 他bug在什么地方呢 一是首塔二是带线 三是远程配合队友杀人 或者说是拿人头 就是他的那个导弹 然后对线呢 这局我没有对中 因为没有对中呢 因为我们有个火枪啊 这火枪 火枪和地精打帕克都还好 但是我觉得火枪更加容易补到 然后火枪不容易被游走 因为对面有一个牛头 然后帕克 有牛头的话 就容易长手 就帕克就很容易接技能 所以我感觉还是 我走优数的会比较好一些 那么刚才我和大家说到 为什么啊 说实力永远不是摆在第一的 当然我是对于路人房来 针对路人房来讲啊 因为我觉得路人房 是非常非常需要交流的 你交流不好的话 你和你队友可能都不知道怎么打 都不知道怎么配合 人家老话说的好 一句话说的人家跳 一句话说的人家笑 对不对 就是这么个道理 如果你不懂得交流的话 那么你就 你就体会不到那种队友之间啊 合作无间非常有默契的那种感觉 因为现在怎么说呢 为什么我要去路人房打 就是因为啊 我打不过人家开黑的嘛 所以说我经过我的啊 非常切身的体会 我跟大家说明白了 这个交流一定要 一定不能有火气啊 然后呢 最近大家也可以看到 如果有关注我的分数的话啊 应该可以看到我的分数 现在更加的往前一步了 上一期视频 就是在半个月前啊 我说这个已经很名列前茅了 当时大概只有1800分左右 而现在呢 经过短短 短短几十盘的游戏 我已经把分数打到了1900多分 而且没有带宝宝号 没有就是刷分啊 就是基本上是 不是基本上 全部纯手打的情况下 1900多分啊 这是相当于什么呢 相当于天梯 我估计应该有一个 其实 天梯的高手 坟墓和这个号的排名 应该是差不多 都是30多名 不过 这个号应该很快 再给我一点时间的话 咱们浪子挡 挡手 如果没有透过石的话 还怎么做挡手 对不对 其实用大号来打素材 你打了久的时候 你打了越久啊 你越想回避 这是每一个解说最最不想面对的事情 因为用大号打素材 会比较麻烦 不像用小号啊 用小号的话 我估计这个推推隐模式可以洗 哈哈 开个玩笑啊 大家应该也听得出来啊 这一局我是带着边重感冒 然后呢 又经过了十几个小时的奋战 而打着这一局地精 地精修补将 最近状态一直挺不错啊 但感冒对于我来说 它真的不算个病 因为 这 你家感冒可能就是 哎呀 吃啥啥不香 然后呢 又没有什么胃口 也没有什么 就是打游戏的 欲望 那我不一样 我感冒的话 哎 就是饭比平时吃的多了 水也比平时喝的多了 香烟呢 我还照抽 啊 可能就是 可能这个是因为什么呢 因为就是说 体质比较好啊 就是 男人啊 大家应该不难发现 其实我之前 很长一段时间 也是一直在用不同的号 来打素材 因为不同的号来打素材 其实 不是因为实力下降了 而是因为这个 就是 因为你是一个路人 好 大家肯定是把你当路人来看待 那队友把你当路人来看待 其实还好 主要是对手 把你当一个路人来看待 你的实力啊 你的水平 你的英雄池 永远是一个未知数 那其实你很好发挥 那很好发挥的同时 那就很好打素材 很容易打得亮 亮眼一些 但是如果大家看过我之前 很早之前的视频的话 就不难发现 其实高手坟墓 就是像打那种质量局 其实每个人都有亮点 也许 比如说一些 辅助也有辅助亮点 大哥也有大哥亮点 相对来说 就比较的实力平均一些 然后 不难 很难发挥 因为大家都是会玩的 都大家都差不多的 不过 我 感觉就是最近 如果状态好的话 为什么不能试一试呢 就是用大号来打素材 第一呢 大家可以看到 久违的 也不是久违的 就是相对来说 比较质量一些的局 第二呢 我也想 对我得试一试 自己就是想找回 之前高手坟墓的那种感觉 可能有些同学会说了啊 人得有自知之明 你这个DOTA 打的打的年处年处长了啊 你自己也有自己的这个什么巅峰期啊 你高手坟墓已经其实那时候已经呃很高手了很坟墓了啊 也不用就是你你你就是比如说你菜了就菜了其实也不用证明咱们观众都懂啊 但是我觉得怎么说呢 虽然说就这个人得有自知之明 但是还是会不甘心 对不对 其实就像女人一样的 怎么说呢 为什么用女孩用女人打这个比方呢 因为你因为只有女人啊 才就是说这个自知之明 他不是很自知啊 不是不是很明白 就比如说像20岁的女人啊 就像是什么 像是水蜜桃啊 很漂亮 又很可口 那30岁的女人呢 她就像是草莓 看起来很漂亮 有肉一咬 还是酸的啊 但是40岁的女人啊 就像是番茄 对不对 你还以为你是水果吗 啊 是不是老铁 不是 那么这个时候呢 啊 中路对面的猴子一波收割 这局我的加点呢 跟大家说一下 我的加点呢 是二技能 加只加了一级啊 大家可以看到 然后主三 一技能呢 加了两级 一技能主要是用来压制线上的对手的 那么为什么主三呢 因为我觉得 其实二技能 也可以打啊 因为这局对面是猴子 对面前期打架呢 一般来说应该是四个人 打架非常凶啊 什么阻王 狮王 加上牛头帕克 但因为我是走一个优势路 然后呢 我们的WD非常好 帮我拉了两波大野 所以主三 然后做灵魂戒 可以呢 在 你看 其实现在我的补刀 如果打完 清完这波野的话 应该是八分钟 送上野怪应该是有六七十个了 那这个时候呢 就可以马上做出飞鞋 上路的线就可以让给在下路扛压的飞机来收 那么我呢 就可以去压猴子 或者是压任何一路的 只要有飞鞋啊 其实一般来说 应该是先把导弹的等级升高 因为现在的参战作战能力还是非常小的 能力不用很强 因为他主要的输出技能是一二技能 他三技能基本上 如果打阵地战的话用得着 如果是要你瞬间爆发的话 还是一二技能比较好 现在对面的猴子已经主宰比赛了 四个人头在手 其实最近这两天啊 也不是最近 其实我一直有看这个我大哥九生的视频啊 他给了我非常多的启发 特别是就是什么呢 他是一个大忙人啊 在又打Dota2的同时 又能更新Dota1的视频 同时呢 还兼还要就是每个星期做固定的直播 然后呢 还有这个APP的APP要做啊 还有各种其他的事情 但是他还是更新 他有时候居然还比我快 我就喜欢他能 我大哥能给我傻劲啊 我就喜欢他能给我傻劲 傻人家说老话说啊 傻傻的头傻傻的干 傻傻的挣了几百万啊 精明的算精明的看 最后算成了穷光蛋 这句话一点都对 一点都对啊 所以说 武生2009啊 你看至高无上 博大精神 对不对 我们在他的藏经格随便偷一本经书 都能够收用一辈子 但是呢 我们作为年轻人啊 我们得我们得清楚 如果羡慕成功者的富贵 请不要就是老是模仿 他们富贵之后的事情 啊 比如那些名牌包啦 啊 名牌表啦 名牌车呀啊 他们的都是他们富贵之后的事 如果硬撑着模仿了 那也只能图个穷开心而已 要模仿就模仿什么 要模仿他们富贵前的事啊 那些鹰般的探索 蛇般的专注 乙般的辛劳啊 勇般的耐心 全都是些什么风吹日晒 灰头土脸的事 对不对 好 那咱们接下来呢 就是说点关于游戏的啊 其实这么玩了这么多年游戏 大家应该也知道 最好玩的游戏是什么啊 那众所周知 应该是那个感情游戏 对 对 好 这个 这个 自从出了飞鞋之后 大家可以看到啊 呃 有有的杀人 就杀人 没的杀人呢 也不要盲目的带现 因为如果 因为现在正是飞机和火箱 这发育阶段 他们两个虽然都是可以参战的英雄 但是我觉得像火箱飞 火箱这种脆皮 啊 面对什么帕克 帕克丢一两个技能 火箱基本上就没什么战斗力了 只能躲在后面放散弹和狙击枪 所以呢 现在 尽可能的 以发育为主 因为这一局 大家看双方阵容的话 就会应该可以看得出来 对面呢 是四宝一宝猴子 而我们呢 WD一宝四啊 因为我们 都起来之后 应该准确的来说 三个核心 啊 我飞机和火枪 我而且是优势录的 所以呢 这局 要稍微注重一些发育 然后 白牛如果 他点金的话 其实到后期 也能算一个核 其实这局猴子 其实挺难杀 啊 这个不是挺难杀 就是说 没什么AOE 你看他分身的话 其实他 分身一多 然后 我的导弹 基本上就没有作用了 所以这局前期 如果要针对猴子的话 还真的不太好针对 做好视野 发育 然后 再打支援 比较好 因为我们支援比较 比较强 而且呢 像飞机这种英雄啊 火枪 这样的英雄 都是非常非常好收割的英雄 所以如果打团有视野 做到视野的话 不太会吃亏 现在 他们应该就是 等斧王这个点 啊 斧王跳 牛头跳 帕克跳 这三个 这几个人有跳之后呢 就比较容易好秒人了 12分钟 啊 我的跳刀也出来了 我 飞鞋 魂戒 加跳刀 中单的 就比较惨了 中单的火枪 呃 他 他因为 比较容易 就太脆了 而且他除了橡尾鞋 虽然说压人比较厉害 但是本身的血量啦 比较容易被秒 投射能力也比较差 其实现在 因为我没有中单 所以这局 我没有做魔瓶 因为本来就是奔着发育去的 没有做魔瓶的话 就是 打的技能比较少 而且 这会 就是补给能力比较差 就这个灵魂戒 我打算 这基本上是要做 血金石的 因为如果没有血金石的话 后期在 有一个 红杖 这里可以看到 我提醒队友 福王应该跳到了 福王跳到第一波 看一下他应该会 可能要杀中 因为下路 就合到一个红点 刚才看到了 福王一个猴 然后牛头一到板 狮王也在 如果猴子也在的话 就不太好守塔了 因为猴子的分身 能挡我的导弹 如果没有猴子的话 这个塔应该是非常容易守的 因为他们没有没肯 没有就是补给能力 团队装 基本上挡不了我的导弹 而且现在才十几分钟 这个塔只有我一个人来守 其实我觉得飞机过来是可以打的 火箱刚才大意了 如果他稍微谨慎一点的话 应该不会被福王跳到 这个塔呢 就放散弹和放导弹来守 应该能守住 那中塔一放呢 他们就更好抓野区了 因为现在都知道中 对不对 观众朋友们应该都知道 这个中路的一塔 是有战略意义的 所以如果这个塔放了 我们野区就会变得很不安全 你看我们的WD 非常尽职尽责的 拉野 自己的等级才四级 这些上路火枪又要被抓一波 猴子双倍的猴子 这猴子发育的非常好 而且我比较难抓他 像我跳刀的话 他能躲 他的地能躲很多东西 应该是能躲狙击 能躲导弹 能躲白牛的冲 你看我们还有什么英雄 还有飞机的导弹 他也能躲 也就是说他能躲过我们的 所有狙击和导弹 然后还能 火枪又被抓了一次 白牛一冲先秒掉 狗猴子果然一个地 轻而易举的就躲掉了 白牛的冲 白牛一个大招 我感觉打不了了 因为飞机也没有技能了 只能撤退 我现在的篮量非常的不足 WD想上去收割吗 这一波我们打亏了 前期的团战 还是应该围绕着火枪来开始 因为他们要抓火枪的话 呃 府王肯定要交代了 比如说像飞机一个大 然后白牛一个冲 不能练战 不能 想去比如说杀了一个 府王 如果还想杀猴子的话 就有点贪心了 这边WD又帮我拉了好多野 我的红杖应该快出来了 有了红杖的话 我的爆发力又 又上升了一个档次 像什么火王啊 像什么牛头啊 冲上来放技能 我一个ET红杖 三连基本上不死也残了 因为现在我们的战斗力 其实 这WD 因为他只有组 WD呢 他基本上 要挑那种走不掉的 如果他打团上去放技能的话 我觉得有点危险 再加上他是帮我拉野 才把等级拉下这么多的 和经济啊 所以我们要打 打起来的话 如果死飞机和死了火枪 我们就这个团就 就已经算打亏了 所以打起来的话 基本上要白牛上去卖 但是白牛这一局 一个是 其实TK这个英雄啊 他很容易就是收光所有线的 就是三线全收 还可以刷野 但是因为这局有火枪和白牛 呃 还有飞机 所以呢 可以 应该可以看得出来 其实我是有 有所收敛的 就是 对于这个刷刷线 然后 我感觉这局有 光一个白牛 去卖还不够 如果我出血金石 再加上冰甲的话 其实我也可以去卖 但这是后期的事 现在才20多分钟 他们想秒 要想要想秒火枪 火枪加速神福 白牛 假腿 如果白牛不出点睛的话 他BKB会比较慢 现在白牛基本上都要憋一个点睛 但这局我们觉得 我觉得如果白牛被点睛的话 我们就真的是偏刷阵容了 像对面的话 基本上 连猴子都来打架 猴子他是护腕 加上力量假腿 现在出了战谷 一直在参战 其实上一期视频 出了之后 因为上期视频好像是没有小杰 那个广告环节嘛 所以大家一直在问我 所以我觉得最近很长一段时间 小杰的表现都非常的反常 在怎么看得出来呢 因为他 之前他在哪 不管是去哪里 只要和我在一起 基本上都是一个人来 但最近呢 他总是带着他女朋友 所以我觉得 他是不是真的想就是 做好男人 就想平平淡淡的过日子 所以我就夸他 我就夸他说 你最近真的变化好大 很不错 老是带着女 去哪都带着女朋友 然后他就说了 他说那当然了 人家老话说的好 既不离生嘛 所以说 不过说真的 我都现在都没有明白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现在小杰真是长大了 不过说实话 这样也好 因为至少呢 他不像以前那样 就是只和女生玩暧昧 人家就是杨成林 都唱过一首歌 里面的歌词就是说 暧昧让人 受尽委屈 暧昧让人变得贪心 其实受尽委屈呢 大多数 基本上应该是形容女生的 变得贪心呢 那是形容男生的 其实咱们干解说的 就是得知无不言 言无不尽 那是我们的责任 其实说实话 咱们小老弟啊 微博粉丝也过十万了 他就是说 偶尔呢 也会有异性啊 就是他只要就比如说 哎呀小老弟 原来你是这个星座的呀 哎呀你来猜猜 我是什么星座的呢 这这话题一开 对不对 那就是 咱们就都懂啊 说三维 不是星座有什么好猜的 又不是猜三维 对不对 所以说我 有 有人就是 感觉有种 暧昧的开始 我就拉起我的警戒线了 我就就不聊了 因为我觉得 就是说 为什么说 呃 变得贪心 是形容男生的呢 因为这个老话说的好啊 暧昧 啥叫暧昧 有人说啊 一个假装有爱 一个假装有未来 也有人说呢 可以陪你同罪 但绝不陪你同睡 但我认为啊 那简单粗暴点 就是说 让你看 不让你干 让你摸 不让你拖 让你抱 不让你泡 让你热 不让你射 好 我感冒了啊 别骂我是黄色解说 行吗 老天 如果你真懂我的话 对不对 应该应该就是说 表示赞同 表示支持 因为人家说了 我的快乐 一直不缺观众 也怨我的无邪 有人真懂啊 其实为什么我 你们你们其实就光光听我说这些了 其实为什么我就是说 呃 一有人要弄爱 一有人 一有女孩子要跟我暧昧 我就会拉起警戒线 这也是好男人的一种表现 对不对 其实我一直在等待我的 等等待我 等待一个人 就是说 有人说 就等待我的 生命中最重要的那另一半啊 人家说 人家说 人在等待的时候 最容易抽烟啊 我不戒烟 是因为我打算等你一辈子 啊 哈哈哈哈 又又装上了啊 好 那现在咱们来就是说点正经的游戏方面的啊 就是说这局呢 我一开始是怎么想 一开始就是想 有钱就把红占的等级升高 因为现在爆发还差那么一点 也许升几 升个就是把红占升高 连帕克 都能先秒了 或者说就是像 除了帕克之外的 其实除了帕克之外的 他们血量都差不多 啊 牛头也比较毫秒 但是 虽然能杀人能秀 但不一定能够赢 这就是为这等等先杀人啊 这边哎 这边怎么还有一个猴子 完了被堵住了 但又 冲过来 这是真的猴子 其实真的猴子和假猴子 一般 没有打 没有打很多猴子的 其实 很难分辨的出来 因为猴子现在这个版本的改动 虽然说没有隐身了 但是 他那个幻象 他 他有一个幻象是和真的差不多 能承受伤害的 如果玩的好的猴子的话 还真的猜不得他哪个是真的 这波虽然说我牺牲了 但是换了对面四个人 还拿了一座塔 刚才说到为什么不升级红杖 因为我的 我的想法就是说 升级红杖 秒帕克 理论上来说 一套技能是能秒 但是帕克这位英雄 你也知道 如果他做什么 吹风 或者是什么 装备 就已经很难秒了 或者说队友有个没可能 或者队友给他加血 因为或者说他一个F就能躲了 所以说 理论 理论上那些东西 其实是有 有时候是行不通的 如果 而且我又没有 血金石 一两套技能 我就 蓝都打光了 虽然说秒不掉人 但是如果 把血金石先做出来 能多打几套技能 把他们打残的话 其实也会让我们的 飞机火枪 白牛更容易收割 所以我就决定 这局先 不升级红杖 我觉得 不升级红杖的话 肉一些 吃一些技能会比较好 当然能不吃就不吃 因为踢个这个英雄 死一次是非常伤的 其实我相信 很多观众也看得出来 这局一定要是 这都装备好了 自己升红杖的话 我觉得 也许是能杀很多人 特别是他们推塔的时候 但是我觉得 他不是赢的关键点 赢的关键点呢 就是 因为有TK的阵容 对面是很难守塔的 有火枪的阵容 对面也是 对面是很难推塔的 有火枪的阵容 对面也是很难推塔的 但是这局 火枪和TK两个英雄 同时都在 那这局我们只要 守好塔 守好高地 偏刷就行了 我想很多同学 其实和我想的是一样的 老话说了 这个智慧树上 智慧国 智慧树下 你和我 所以看我视频 看多了 都能明白 我出什么装备 都能知道我在想什么 那这个时候呢 可以看到啊 我和WD 把这个帕克给秒了 与此同时呢 我们中午也开战 但是猴子 好像先把我们的火枪 给杀了 飞机也挂掉了 白牛 想杀 我过去只有300篮 面对一个散尸的猴子 我决定先TP回家再说 因为刚才这一波 这这团 打的时候 我注意到 应该是猴子 切 切得非常深 然后把我们的火枪 给切死了 呃 对 在高地上 然后呢 飞机和白牛 都已经冲到 很前面了 我和WD呢 再杀帕克 所以呢 我们阵容 已经被自己给冲散了 所以这波也不能打 再加上我刚才已经没篮了 刃甲 父王又更新了一个刃甲 我们 只要 收好塔就行了 以守塔为目的 不要以打团为目的 因为现在打团 他们猴子出了散尸 是非常强势的一个阶段 再加上 像 比如说像这个 牛头 一道板 我刚才就说了 他们一套技能 再配合父王 是非常容易秒人的 他们只要一秒掉火枪 我们就少了一个输出点 所以说打团一定要看好火枪的位置 然后火枪一死呢 就没人打墓碑 然后飞机没有BKB呢 也很难刚正面 所以我们要 就是火枪一死 感觉就没什么打了 他们又开悟了 又是一波雾 仙女龙 目前装备 一般就是一把跳刀 26分钟 这个装备属于白牛又冲了 但是现在他只有一个人 对面是开悟的 他是想让我秒帕克吗 但是我 但是秒的帕克 我们两条命换一条命 感觉有点不太 不太划算 这时候本来想去下路收线 但是他们要推中我了 我只能放机器人手塔 放机器人手塔 他们还是没有什么办法 因为他们 先手的只有帕克和腐王 你别看这个机器人 看似不是什么明显的 但是如果他们在我机器人 这种范围下要打团 或者来秒人的话 说不定我机器人 都能收个人头 因为我们少了白牛 就没人能够充脸了 我只能在方面 后面方方方导弹 清新猴子的幻象 其实TK 他有一个不好的地方 就是有时候 比如说你出了红杖 出了飞鞋 甚至是出了这个血精石 他有时候右键是拿不下来的 拿下来就是会 就是回来回的比较快嘛 但有时候会拿不下来 所以有时候这些细节我知道 但是我就懒得去 懒得去试 懒得去操作 特别是飞鞋 和孔子 有时候会拿不下来的 白牛窗 被猴子发现了 猴子一个伞尸 放在白牛身上 那这个时候 我发现了猴子的真身漂亮 一瞬间把对面的猴子和那个谁直接秒掉 哦呦呦呦自杀了 火枪瞬间满血战斗力百分百 牛头和双倍帕克 哎呀 这样都没打过 飞鞋去吃神福了 这波如果火枪没死的话 应该是占的 刚才我甚至都想点买活了 帕克双倍帕克还想杀飞机 这边有TP过来 他没有视野 我过去一个铜杖 一个一一个导弹 刚才飞机去吃上路神福 那说明他们上路是有视野 不然这个帕克也不会跟到这来 然后我们这个野区高波应该是没事 因为有视野的话 这帕克应该会有意的去躲我 这波还可以杀了帕克 杀了腐王 刚才猴子也死了 因为这波也不亏 我下一件装备呢 也不升级红杖 下一件装备应该做冰甲了 因为猴子已经猴子已经起来了 猴子散尸 他其实这种收割能力就非常强了 特别是像 你看他刚才打白牛都这么疼 他打那个火枪的时候就更别说了 还是战骨加这个散尸 我估计他下来会直接做龙心 其实像我们这个阵容 我觉得猴子他是需要 到后期应该是需要BKB的 因为我们控制实在太多了 基本上人手一个控除了火枪 到后期我也会做扬刀 先做冰甲再说了 冰甲其实打他们这种近战多的阵容 特别是有猴子的幻强多 也算是一个很强的AOE了 其实地金西欧补将这个英雄 像秒人的话 就比如说啊 飞鞋吸附着跳刀 然后再 就不用吸附着红杖了 就跳刀过去 应该是一般杀正常 除了帕克 因为如果杀帕克的话 你突然一个导弹过去 反应快的帕克会按F 那如果他按了F之后 你过去 你如果跳得近的话 就容易吃中他的沉默 你如果跳得不近的话 感觉他容易跑 如果杀牛头就好办了 先一个导弹过去 就飞鞋导弹红杖 然后再放一个E 这个E还有抬手动作 如果没有抬手动作的话 那真可以说是一瞬间的事 如果有冰甲的话 那就是 先按 先导弹按冰甲 跳过去红杖加E 如果这个红杖是五级的话 就瞬间秒 一瞬间 非常快的速度 比卡尔的什么三连字 这么快多了 大家可能不知道 一瞬间有多快 我们都知道 一刹那 一刹那是什么意思呢 一刹那就是一念之间 非常短的时间 所以人家说 这个一刹那就是一念 一刹那为一念 二十念呢 为一顺 二十顺呢 为一弹指 二十弹指 为一罗域 二十罗域 为一虚余 一日一夜 有二十个虚余 人家说 就是据此 然后再推算出来 具体时间 就是说什么 一天一夜 二十多个小时 有四百八十万个刹那 然后再算 一瞬间 为零点三六秒 这一瞬间 还不算最短的 一刹那 却只有零点零一八秒 所以说说的 就是说低调一点 所以说TK秒一个人 只需要零点三六秒 所以说有多恐怖 这个英雄 所以我本来还准备了 另外一步 就是中单 就是干架 打架的TK 不以刷为主 以打架为主 那加点的方式 然后出装的顺序 也许都不是不一样的 加点呢 就是如果你很顺 那一二对点 然后红杖肯定是优先升满 那那样的干架 就是你一出威胁 线上的人 这三条线的人都有威胁 打架打非常多 但是那那盘时间太短了 就是没没到二十分钟 就都杀退了 已经 这把对我来说的意义 是非常重大的 因为呃 这这把TK 是大家可以看我 就是那个泉水游妹子 这个号的天梯的曲线啊 竞技场的曲线图就知道了 这把的意义非常重大 历史性的突破 能不能一千九 就看这一把了 而且TK这个英雄 我之前之前就打到了 一千八百多分 对这英雄的理解 不算是非常非常深 但是呢 呃 应该算是脱离了 那个操作会 有很多失误 或者是技能顺序 不太会放 在这个英雄 我只能说现在 呃 玩的 也算比较多了 不像之前啊 之前地金 地金家族 我就这个英雄 一点都不会玩 就节奏一点都不好 像比较高端的TK 特别是 做虚晶石的 因为做了虚晶石之后 他回来就特别快 然后 刷就比如说大招 很多人其实大招都是 第三级不太敢点满 包括我也一样 因为三级点满之后 虽然说时间变快 但是他耗蓝非常的厉害 在高端点的话 其实可以做一个子愿的 这一局啊 就针对这一局 因为为什么做子愿呢 因为有猴子 有帕克 有牛头 如果做子愿的话 就比如说 可以单杀猴子 单杀帕克 然后三次能也会 也也会尽快的点满 但是我觉得如果做子愿 他是一个 第一 他是非常非常需要操作 因为像猴子这种英雄 如果 他很多混蛋在一起的话 你如果不找准一个 子愿 直接秒了的话 就怕他们支愿太快了 而且走也走不太掉 子愿这个道具 还是非常适合 在TK身上的 但是 你就说如果出子愿 那肯定是到后期 肯定是换红杖 或者是换兵甲也好 换羊刀也好 但是都没有 因为 因为这个就多怕 一和多怕有区别 如果你装备多了的话 你就怕什么 你就怕回去装备 认不掉地 认不 认不掉 你认不掉的话 你装备都白出了 就比如说 我还能跟一个羊刀 那跟羊刀 如果再做个BKB 那么就是换一级红杖 因为我混乱不升级的话 只能几百点伤害 还不如换个BKB 然后刷新羊 这样会好一些 不过其实这样的TK 已经很强了 首先他飞鞋 跳刀 很难抓 然后呢 又非常肉 护甲也高 血也厚 已经快两千血了 再加上 你要说一个 腐王和帕克来抓TK 应该是抓得死 但是你弄不好的话 你没有BKB的腐王 可能会还会交代在这 你要是猴子 猴子是拿TK 没有任何办法的 虽然他有什么 赛事什么的 但是他没有控制器 你要现在像跳刀牛头 来单抓TK 其实已经是抓不死了 狮王呢 基本上是拿TK 没有办法的 然后 更别说这个 什么帕克一个人 想单杀TK了 其实现在他们 已经有点难玩了 为什么有点难玩了 因为TK带线 他们进不了 第二呢 他们进不太了 我们的野区 因为如果他们进野区 赚的话 他们就要面对 丢塔的风险 然后火枪呢 一直在刷 我们这牛头是怎么了 被帕克单杀了 阁下 你慢点 扶我起来 我还能送 嘿嘿嘿 好 他可能 我没看到 他可能是吃了 吃神服 然后被帕克留住了 但他应该有个BKB啊 白牛 不知道什么情况 我们再来分析一下 这局特别好玩的 就是如果你不抓TK 你就推不了塔 你要抓 哈哈 差点说不出话 你要抓TK 你要费多少精力 而且猴子 感觉也得跟着 我们支援又不慢 有个白牛 还有飞机 你要抓TK 他们还得做视野 不做视野 根本就抓不到 其实TK挺怕发条 挺怕发条的 因为发条一框 一个弹幕 TK就刷新不了 因为TK的 除了导弹 好像是 除了导弹和 这三技能的抬手之间 也非常非常慢 只有二技能和大 只有一技能和大招 他的施法时间是比较慢的 特别是大招 所以如果发条一勾的话 TK没什么办法 其实我觉得他们 地坚家族的英雄 都是相生相克的 就是说 你要发条 要克TK的话 第一个你得 上面装备要差不多相同 然后TK做个B 其实发条就是 他们三个英雄 都是怕BKB TK也怕BKB 但TK比较好的是 他他他有 就是说他机动性 实在太强了 而且呢 他装备的路数 也太广了 你说你说 这TK帕 BKB吧 他做洋刀 可以先手 是不是打起来了 先秒着我们的 这个是 WD 飞到高地上 帕克 F住了 在下落 在这下边还在还在打 牛头 牛头 先不管了 这牛头怎么在这边 我来刷新一下 要就交给火枪了 我已经看到真猴子了 他的魔棒闪了一下 这个就是真猴子了 他递过去了 递到后面去了 这不急 他死不掉 直接红杖电死 这一波打转了 主要是这个阵型好 我和这个火枪都在上面 可以输出 马上飞到下落 我刚想说 他们是不是要等猴子龙心 然后来磨塔 这一局他们要上高地 除非他们无限抓人 无限抓人 抓了我还有火墙 抓了火墙 还有我 而且我有翠金石 翠金石很快复活 复活了再死 我还能买活 所以说 打路人舒服的地方就在这 第一 首先 没有了黑店的超高执行力 没有了黑店那么交流 交流频繁的路人局 你就怎么说呢 其实我觉得大家打路人是很能 很能提升个人能力的 当然因为好油坏了 比如说在没有黑店执行力 你可以交流 你可以通过交流来提升 对不对 其实我们大家都知道 在那个多他这些年代 就是抛开一切啊 就是客观的说 即 P神 那个 那个时候 我觉得 就即P神路人王之后 那所有的路人王 其实都是开黑王 我就是这么感觉的 因为打路人 这是真正的高分局 路人和开黑的区别 我自己感觉就是 你真正的高分局 你已经没有 没有什么路人局了 他就是开黑 因为真正的就是 那个时候的路人局 你和开黑有什么区别呢 除了你的 除了你的队友不同 除了对手不同 你和开黑一样都是有交流 从拿阵容 到每一次的干客 每一次的杀人 每一次的什么战位 放技能 都是有交流的 但是你和开黑 虽然说他和开黑极近相似 但是他就是不是开黑 他就是路人 但你和开黑就不同 那开黑你就是开黑 你就是不是打路人 所以我 所以我觉得 这个路人房 他设计的非常非常好 谁要想做啊 现在的路人王 那么你就 在这个房间 对不对 不 就是 在这个房间 打到竞争场第一 那应该就是 玩家 公认你是路人王了 应该可以这么说 当然我现在 还有很大 很长一段距离 因为 现在打多他 现在打多他 没有以前那么 自私 就是说 对 没有以前那么自私 但是我还在慢慢的改变 慢慢的改变 因为 当然也有人说 现在多他玩的是一种 怀旧感 玩的是 玩的是一种舍不得 但是我不这么 我不反对 但是我也不赞同 但有人可能是这样 这是心态的问题 每个人玩游戏的态度都不同 但 但是我 我现在还没有说 玩多他只是一种 怀旧感 玩多他呢 只是没有别的更好的游戏 我还是很认真的 在和 我觉得和以前 玩多他的感觉 我没有什么变化 然后 这个路人房 还有一个 啊 这里 我也未能死 这个 这个因为 他一技能是 神圣伤害 没想到 还差一个 还差 还差 一个普攻 这个房间 还有一个 好处 就是 呃 他 基本上 你打到一个封锁段之后 呃 你 就 就是 简单意思来说 就是说 我现在每天 晚上 呃 疲惫到的人 都是熟 熟面孔 差不多 都已经打得熟了 中文感觉特别好 不像是之前 啊 之前匹配 我总感觉每次匹配 比站在洗头房的门口 还要犹豫 啊 但是 这就是说 现在 就是感觉又 又这个环境 慢慢的变好了 也许呢 是我这个视频 一直在宣传正能量啊 大家开玩一下 但是最主要的 还是咱们玩家 都和我一样 都举 都有觉悟了 咱们都明白 就是说 现在虽然是 有 呃 多套二 呃 卢啊卢 各种各样的 就是差不多 他差不多都一样的 就竞技游戏 这种地图 但是多套 永远是一个 永不落幕的游戏 咱们浪子党 秋昆社 找谢邦啊 全国各个分会 对不对 永远 永远追随多他多他 对不对 那么现在呢 可以看到 现在 其实这局 我打的自己 给自己勉强及格 因为TK这英雄 我觉得我还能发挥的 更好更好 这局 第一个 首先 那个 再充分 第二呢 打了很久很久 本来的话 这局 我的确是可以 做一个子愿的 有子愿的话 或许 帕克的作用 会大大的减少 就他们 他们 不是帕克的作用 他们所有先手英雄的作用 没有BQB的情况下 他们都很难打先手 但这局 我这 我这么打 也很难输 因为等我做了扬刀之后 首先 第一时间 可以 扬他们输出 最大的一个 或者他们 或者是 切后排的 牛头 或者是 切秒的 帕克 他们这局 非常重要的 你们发现 他们是没有那个的 他们是没有什么 特别团队的英雄的 冲上来 基本上 要么 就是冲上来 基本上回不去了 不能救人 像猴子也是 猴子这个英雄 他本身就非常注重 自保 然后 他不是像虚空 那种带控制的英雄 只能 切那种 脆皮 为主 那等我们火箱 装备有了 然后 飞机 BKB 能刚正面了 那么 猴子 我觉得 除非他 其实猴子 现在也没有装备 碾压 那么他到后期 也 也没有 也不会装备 碾压了 所以这局 我们还是比较好打的 这边猴子 猴子和 帕克 秒了我们的 白牛 那白牛有点贪了 因为我这机器人 我知道他们的手塔 我叫他们的推塔 我本来想防机器人手塔 但是他摊了几个兵 四打五 他们看见白牛 白牛没了 想试一试上高地 我们的高地 不是那么轻易可以上的 除非火枪在对面能点高地 那我们拿 那我们没办法 但是现在他们帕克一个远程 然后猴子牛头狮王 腹王四个近战 要想摸塔 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 猴子的幻象打塔 又不像TB的幻象 再加上就算猴子的幻象打塔 伤害高的话 就是我的机器人能够 就是我的机器人 其实幻象是非常快的 猴子 如果是什么 他现在太脆了 应该 我看看 散尸 龙心 飞鞋 散尸 龙心 三个装备 然后 蝴蝶 需要 然后 可以 冰眼 我感觉冰眼也不错 因为现在散尸 他是 散尸 已经不是打球效果了 他可以把引刀卖了 我觉得引刀不需要 引刀他前期打切入 让这个装备确实很不错 但是到了后期 引刀太占格子了 三千块 三千块都不到的装备 其实可以卖了 蝴蝶 冰眼 蝴蝶 冰眼 还可以跟最后一个装备 BKB 那样估计 能拆塔 但是他估计现在钱也不多 因为他前期 好像 野区 野区资源占的比较多 然后他的队友呢 也不敢单代线 你可以看到现在 狮王和狮王 没什么装备 那说明他一直在当辅助 然后 辅王呢 他也去 刷了跳之后 基本上是打架 打出来的钱 所以他们现在基本上的钱 而且那个 牛头也跳了 牛头跳了 而且还有吹风呢 他们现在的资源 应该基本上都是猴子手 然后呢 到最后 他是不是可以把 散尸换个晕锤 散尸换晕锤的话 我感觉 我的TK 我们白牛已经强袭了 那这局他们就更难打了 现在我们只需要 收好线 帕克先手 大住了我和火枪 火枪已经半血了 给自己套了一个大电锤 帕克在后面 我赶紧 飞机放个大 飞机被秒 这时候帕克也死了 看一下火子 我们先刷信一下 火枪来了 不不不 那个这个 牛头来了 牛头已经死了 牛头想跳大 但是走过来直接死 他们已经越来塔来杀人了 火枪收了两个人头 收了对面的斧 尸王和那个谁 我们剩三个 这波帕克打先手 但是牛头应该是跟慢了 不然 哎 哎呦 这习惯了 本来一直在家里买好 经济法 就是那个 极限球 然后在这里买一个 2700加8275 我们刚才猴子 是猴子和 谁杀了我们的火枪 不过猴子自己也送了一条命 羊刀到手 下次他们就不那么好杀人了 这波他们打的 他们战略 他这战略意义是对的 先 帕克先大助我 牛头马上跳 这波他们非常伤 是一个团灭 我们 火枪起来了 可以收中线 可以收野区 下一波他们就秒不了人了 他们下一波 会非常弱 因为我们 现在 飞机和白牛的装备也起来了 不只是火枪有输出 帕克是把瓶子给了牛头吗 其实如果刚才火枪被秒 我们这波就不太好打 因为刚才火枪在高率上 无限输出 我们真的不着急推这个阵容 这个阵容 我们推塔 他们就比较容易打先手 但是我觉得我们现在这个装备 飞机还差一个BKB 白牛已经很难死了 飞机 有吸血 有 双刀 水晶剑 输出也不不差 而且他那个F也可以找 也可以 看猴子 吃这个真的幻象是哪一个 哎呀 羊刀直接把力给秒了 这个不然是有BKB的 我先发一个机器人 他们人全在 哦 他们瞬间四个人 秒了牛头之后 看一下我们队友 我们队友 哎 好了 白牛我对不起你 好 现在现在上牛头 是不是可以推塔了哈 哦 嘿嘿嘿 不是 如果队友都赶过来 他们这一波应该是团灭啊 但是 非常可惜 刚才我应该是救不了白牛的 不过可以推塔 看一下能不能 挽回一点 再扬一下 能不能赶过来 我很肉 这波2500血 起来刷新 又有跳刀扬 但这个王开了BKB 也先不着急 啊 这把塔推了吧 把塔推了 可以 试一波 伤高地 或者 等个肉扇也行 现在我的装备 要么就是把红杖换了 红杖换了 做BKB 要么就是先把 这是真的猴子吗 啊 不是 不是 要么就是把红杖换了 做BKB 因为这样呢 呃 就基本上没有能打断我 打断我的跳羊什么的 要么就是把红杖先升个五级 先慢慢 先慢慢 我现在就 我现在已经这么肉了吗 这是真猴子吗 好像真是 杀掉猴子之后 牛头 还 我 哎呦 嘿嘿 还是让他大甩了 不过我没关系 挑羊帕克 溢一下 斧王火了我 我估计 我也要死了 斧王的斩 已经用过了 我可以自杀 我看见这个WD的乒乓球 放得非常好 所以我就直接选择了买活 因为这波他们都 他们都死人了 他们有BKB可以直接羊 一红杖刷新 火箱已经说 他们又是一波团面 就刚才在上高地的时候 我偷偷的 扬 扬错了一个人 但由此可见呢 这个英雄 我的确是没有 像发条 或者是 帮目 帮目击玩的好 不过 这个英雄 我觉得大家都可以 都可以玩一下 胜率 比较高 比较支援 就算操作失误了呢 啊 也可以 拖对面的节奏 可以去带线啊 就算打团的时候 操作那么不尽人意 看起来也没有什么 太大的关系啊 你只要关键的时候 刷新羊 刷新羊 非常简单 嗯 两千多块钱 我现在刚才买活 现在已经 这个钱已经恢复了 可以打钱了 打一个肉杉 然后我上路线带过去 下路线队友再带 打个肉杉 可以推下 像我们推对面啊 就算对面人骑 那对面呢 我们推对面高地 对面就不是那么容易守了 他们守高地的 他们守高地全部寄托在猴子一个人身上 呃 就就怎么说呢 就比如说他们 我们推高地 我们推高地 虎王肯定要出来卖 然后 狮王呢 就变成了打酱油 牛头很难跳一个好大 帕克呢 放完技能 就基本就完事了 帕克还有一手羊刀 然后就看猴子 能不能切死谁了 这猴子好像来找我 先跳 跳到另外一个位置 我们队友去打肉杉 三路线 就是我所想的 正在过去 但是猴子这个飞鞋 让我感觉到 他们已经开悟 想打肉杉了 我想西伏的羊刀 先把猴子留住 但是猴子引刀 看已经过去了 这个位置我很尴尬 我突然 灵机一动 我跳到上面来 肉杉打完 看一下这个盾 是谁拿的 猎回人拿了盾 先扬一手 牛头 这个牛头F 把我们 隔开了 怎么 我都吹了我一手 没事 我一个一家红杖 然后刷新跳过去 冰夹 但是他跳走了 没事 我们的火箱还活着 白头拿了盾 先有能买活 这一波 这波他们好像 没有放什么技能 还有一个猴子 这个是真的猴子 漂亮 这猴子应该好像 他好像没跟装备 不知道能不能买活 但他们帕克 是不能买活的 跟他已经买活 然后 看还能不能推 我觉得要是牛头 直接往肉杉里面 跳个大 就好 他那个F 把自己隔开了 把钱花光 因为现在雪晶石 又上来了 雪晶石上来 我复活的就快 就可以不买活 因为如果现在 我们就算打一波团灭 他们要推 他们推那段时间 我已经复活了 他们手机会拨 我看能不能还 再逮住一个鸟 想多了 队友全在下 其实这一局开局 我这么顺 WD保的好 拉了三个野 点的野怪 为兄弟 我存辅助 DOTA永远不会输 是时候放一手 倒不了的塔 你的成熟之前 那些年 大高台的我们 永远坚明正前 忘不了港队 先就送出一线 忘不了一起 拆的那些黑点 我是风俗人头 你你风把我走 一脉入山倒是 总有你来拯救 忘不了无论何时 你的一生加油 让他找我怎么办 第一时间提醒散散散 可爱如飞出来支援 对面都给我挥拳 抓人记得要开悟 别忘了结束你输出 没胜地我撑不住 到他永远不会输 不忘我没胸 你一起来到他 不管有什么困 看兄弟拉你提拔 身后站着你们 让我什么都不怕 紧靠着但是心中 到不了的他 好夹烦恼会有车 一起来到他 永不放弃加油 才是真正的强大 小天弥漫的阵场 我们照耀着阳光下 我们照耀着阳光下 只靠着但是心中 到不了的他 只靠着但是心中 到不了的他 不忘我和胸 你一起来到他 不管有什么困 你一起来到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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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天弥漫的分子 让我什么都不怕 只靠着但是心中 你到不了的他 养它 我睡得啊 坐 你一起来到我 我睡得啊 我睡得啊 我睡不怕 你走不怕 快 Armor 不乖 舀扶着这么看 我们心中 你 我也 你 太想 我不乎 你